举办语然盆法会 也希望大众都能够懂得知恩 保恩 中华法界原决中诺纳学会 日前举办护国消灾超幽度王语然盆法会 有宝月金刚上师主法 上午办理文武百尊普贤如来大力愿设送 下午举办大碑上师观音度王大法会 引领终身知恩报恩 我们施行这个超度的法会 根本的宗旨是在引起我们世间人能够知恩报恩 也就是众亲得离苦 指道防残救 一个人要生而为人 而行孝道能够报父母的恩 以及报众生的恩 这样才不枉为人 其实呢 能度千渊离苦得的生局呢 是无上的福田 比三千大千世界的黄金供养 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金云菩萨摩赫萨知恩者当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报恩者亦当教一切众生 另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宝月金刚上师开示 大众要行孝道 报父母恩才不枉为人 也就是达到众亲得离苦 此道方成就 十方新闻 黄慧如消瑞丰 台中采访报道